主料,玉米粒30克,玉米面300克,绿豆面100克,主料,酵母分5克,温牛奶200毫升,白糖,盐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将玉米面与绿豆面按3比1的比例放入碗中备用,酵母面按说明书用温水调余备用,将酵母水放入混合的面粉中,面粉中放入玉米粒, 一小搓盐几适量的糖,用温牛奶即带水来分次酵拌面粉,制成面团备用,锅中烧开水,将气部用水即湿铺在蒸笼上,将面团粘成窝头的形状,逐一放入锅中,大火蒸30分钟即可,烹煸技巧 一,用牛奶代替水蒸出的窝头会更香浓,口感也好 二,牛奶一定要用温的,有助于酵母的发酵酸,用玉米粒混合玉米面的口感,其脉上都比单纯的窝头要好 如果喜欢也可以胜利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